另外也想跟你說一個板塊 就是汽車方面 很快地說一說 看到吉利公佈了6月的銷量 按年要跌9% 數據不太理想 對比起之前比亞迪公佈 有得升五成的數據 是很大的分別 另外就看到今天小鵬 來回香港上市的時候 股價也要潛水 你之前有推過吉利的 我知道 但現在給你再有這些新選擇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看看數據方面 數據呢 其實month by month 很多時候互有領先 當然比亞迪的優勢 是較為穩定持續得到的 所以我自己會說吉利是好 比亞迪更好 長期反而在三家裏面比較順適一些 因為比亞迪好像數據英俊 尤其是新能源車 同時也有半導體的分拆概念 有電池可能和小米蘋果合作 吉利又極黑的訂單也很厲害 反而長期最近最沒有話題 但是純靠數據的話 最近又不是他最厲害 所以我自己看 比亞迪和吉利 繼續可以 是叫做首選一些 不過又以吉利為例 其實較早前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浪 大概是17.7元 一直反彈上到二十六七元 但是之後隨著在科創板撤銷上市申請 同時資金也保持著流出 其實這一浪調整 我覺得可以再等多一會 去確認後市又再重返 我覺得最少重返24.5至25元 這樣才可以確認它再一次轉強 所以現時可能在低位牛皮 又買來又沒什麼用 確認到企穩25元 可以再上28元的 除題 又有什麼 提供 有一個 讓我放在類似回去 你ное 過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